大家好 秋天的茄子很多 隔几天就收一篮子 蒜茄子 酱茄子都吃过了 今天我来分享雷椒茄子 这是一道很盛行的民间菜 它保留了茄子的全部营养 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大概600克茄子去掉根地 洗干净去蒸 根据茄子的大小 大约蒸10分钟左右 蒸茄子的时间可以做一些准备工作 把葱 姜 蒜和辣椒先切一下 这是炒熟的花生 再放一点芝麻 捣碎 现在开始第一雷 准备几个辣椒去掉根地和籽 把它们清理干净 锅里不放油 锅热了以后 直接放辣椒 最好是把辣椒直接放到火上烤熟 我没有火 只好用锅把辣椒的水分烤干 烤熟 泡出辣椒的水分 让它有点微微的焦 烤熟 辣椒烤熟 已经熟了 呈现出微焦的状态 关火 这是炕好的辣椒 没有什么水分 有一种焦糊的味道 少少切 葱姜蒜已经倒成泥状了 放入刚才烤好的辣椒 现在是第二雷 雷好以后浇一点热油 顿时香气适应 放一勺盐 一勺糖 这蒸熟的茄子已经凉了 在茄子里有水分 要把它挖开 挖开以后这个 把茄子水挤 有好多茄子水 挤出茄子水 茄子出了这么多水 把水挤出来 雷出的茄子就不会很稀了 茄子水可以喝了 嗯 纯的茄子水挺好喝的 甜甜的 茄子水已经挤出去了 开始雷茄子了 加一勺醋 放一点红辣椒 拌一拌 雷就是锤倒碎的意思 雷焦茄子的关键是雷焦酱 就是把青红椒蒜等倒成泥状 茄子是蒸熟的 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茄子的营养 最后放一点香菜末 雷焦茄子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这道菜 请给我点个赞吧 欢迎您点击凡人趣日 订阅我的频道 就不会错过下一个视频了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